好,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来学习我们二二年的一见试证的经讲课程啊,我是你们的秦经美老师 呃,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讲到了满水试验 满水试验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性试验 就是满水试验不合格,水池就不具备相应的使用功能,就不能投入使用 那么在历年的一见试证整体考试中,这个字幕都是特别关键,特别重要的一个字幕 经常考案理题啊 我们来看满水试验前的必备条件 试验前的必备条件 主要是把第二条能够读懂能够理解 说啊,咱们要在现交的钢筋混凝土水池 防水层防腐层施工之前做满水试验 为什么呢?因为现交的钢筋混凝土池体啊 它本身自带防水功能,就是我们说的有自防水功能 那么它既然有自防水功能了 就不用等防水层施工好以后再做满水试验 我们在防水层施工之前做满水试验 这样呢,还能够通过满水试验 检查尺体的混凝土施工 有没有缺陷,有没有渗漏 好,发现缺陷,及时修补,是不是 所以这种现交的钢筋混凝土池体 当然是在防水层防腐层施工之前做满水试验了 而如果是砖头快气柱的池体 它本身不具备自防水功能 那讲白了,你要往砖快气的池体里面直接注水的话 它不一会水就漏干了 它根本就存不住水 所以它必须要等到防水层施工好了以后 才能做满水试验 它是完全依赖于防水层才能存得住水 那么石头快气的池体要等石块勾缝以后 才能煮水做满水试验 那如果说是装配式的池体 就是说这个池壁是一块一块预制装配的 你看这个池壁板是一块一块的预制装配起来的 大家想 这种预制装配式的池体 如果说我们贸然直接往里面注水的话 水的张力会把池壁板的这个拼凤部位给它漲开 会渗漏会漏水 怎么办 所以我们应当像沽木桶一样 把四周用运力巾把水池给它沽紧 是不是 然后才能往里面注水 怎么办 你看这种装配式水池 要等四周施加运力 就是运力巾在四周给它沽紧 把水池像沽木桶一样把它沽紧了 而且毛孤端封毛保护以后 才能做满血实验 满血实验过程中 如果说我们发现池壁有泄漏 有缺陷 发现缺陷好及时修补 那么等满血实验合格以后 我们再碰外面的保护层 把运力巾给它沽紧保护层 把它包裹保护起来 是不是 那么装配式尸体 是在施加了运力 切毛孤端封毛以后 保护层碰涂之前 做满血实验 我刚才的解释 一个字不多 一个字不少 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当时你没反应过来的 课后你反复听几遍 一边听一边点暂停 每一句话 你思考思考是什么回事 能想的明白 只要能想明白 能解决了就可以 好 接下来啊 要想做满血实验的话 还得要把设计的 预留孔洞 预埋管口 进出水口等做封堵 那肯定啊 你看水池 比如它有进水管 有出水管 有进水口 有出水口 那么这些孔洞口 管口的部位 如果你直接装水进来 它不就容易漏水吗 所以你做满血实验之前 当然得要把这些孔洞口 管口部位给它什么 分堵 并且要验算 能够承受实验压力 因为往水池里面注水 这个水比较深的话 水头这个压力 会容易把这个分堵 给它压坏 是不是 破坏 所以说要验算 能够承受实验压力 好 接下来满血实验的流程 咱们往水池里面 实验准备以后 往水池里面注水 然后水池内水位观测 对无盖水池而言 还要测蒸发量 要把蒸发量给它排除掉 剩下的才是纯净的深水量 那无盖水池要做蒸发量 蒸发量的测定 最后整理实验结论 那么具体满血实验 该如何向池内注水呢 其中的第一第二条 是核心的按提考点部分 考过好多次按提提了 它主要多数是围绕着 一二两条如何注水的 进行考察 我们满血实验如何注水啊 说了向池内注水 一分三次进行注水 每次注水为设计水深的三分之一 那么对大中型磁体 大中型磁体 磁壁板以上200毫米处 会有一个施工缝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要先注水到 磁壁底部的施工缝以上 就是先注水到 施工缝部位以上 到这个位置 观察施工缝部位有无深漏 如果无明显深漏 再继续注水至 第一次的注水深度 好 奔起来了 我得问大家 那么对于大中型磁体而言 满血实验 到底是分几次注水的 请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对于大中型磁体 满血实验 到底是分几次注水的 告诉我 注意 还是三次 天大的水池 做满血实验 都是一分三次注水 都是分三次注水 不是四次啊 你特别注意 施工缝部位的 渗漏观测 它只是属于 第一次注水的 中间过程而已 它不是一次 独立的注水 明白吗 大中型水池 我们是先注水到 施工缝部位以上 然后观察 施工缝部位 有没有渗漏 没有渗漏 就继续就继续注水 直到第一次的 注水深度了 所以说我们讲 施工缝部位的 渗漏观测 它是属于 第一次注水的 中间过程而已 哎 你要知道 天大的水池 做满血实验 都是一分三次 分三次注水 好 那么分三次注水 然后 注水的速度 注水时水位 下升速度 不超过两米每天 相邻两次注水的 间隔时间 不小于24小时 我告诉你 考试考了好多次 按理题了 它考察什么 考来考去 主要就是围绕着 什么三次 三分之一 不超过两米每天的 注水速度 相邻两次注水 间隔不小于24小时 考来考去 主要就考着四个参数 但你可千万别 小看这四个参数 我告诉你 没有经过 专业训练的同学 它真的做不出来 就是让你带着书本去抄 你就抄不会 你信不信 我来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说 有一个水池 该水池呢 设计水深 比如说水池深 18米 设计水深 15米 现在咱们对该水池 做满水实验 我问你 住满水 至少需要多少天 大家现在就算一下 告诉我答案 听明白了没有 说 有一个水池 深18米 该水池的设计水深 是15米 现在我们对这个水池 做满水实验 我问你 我问你 住满水 至少需要多少天 请你计算以后 告诉我答案 我告诉你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同学 他真的做不出来的 真做不出来 就让你带着书本抄 让你看着 你都不会做 都不会算 那么 大家看 首先 18米 15米 咱们取的是 15米 咱们取的是 15米 那么 取15米的话 因为我们水池 再深 用的只是 它的设计水深 是不是 而满水实验 住满水 实际上是 出到它的什么 设计水深 就算住满 所以说你不要被误导了 水池再深 咱们不管 咱们只用它的设计水深 满水实验 住满水 实际上是 住到它的设计水深 就算住满 是不是 所以取的是15米 那么取的是15米 然后 分三次住水 每次住水为设计水深的 三分之一 那怎么住水 那我是不是了 15 除以3 等于每次要住5米的深度啊 你看 设计水深为15米 然后分三次住水 每次住水为设计水深的三分之一 那每次不就是住5米深的水吗 每次住5米深的水 你看 比如第一次你住到5米的这个深度 那你得花多长时间 能住到5米这个深度呢 哦 住水速度不超过2米每天 那你是不是了 5米 除以不超过2米每天的住水速度 啊 除以2米每天 等于至少要花2.5天 是不是啊 至少要花2.5天 哎 那么 比如说你花2.5天 住到5米这个位置了 住到第一次的水深 5米这个位置了 那么 你能够紧接着在后面第二次住水吗 能不能紧接着在后面第二次住水 不可以 因为相邻两次住水 间隔不小于24小时 24小时就是不小于一天嘛 你得间隔一天以后 加上一天的间隔时间以后 才能第二次住水 第二次住水住多少啊 每次住水都是住设计水深的三分之一 那每次就是都要住5米深的水 是不是啊 那住5米深的话 第二次你又住5米的深度 住5米的深度 还是得要花至少2.5天嘛 你看5米除以2米为天的住水速度 还是要花2.5天 所以你得 再加上2.5天 这样又住了5米 就住到第二次的住水深度 是不是啊 那么接下来 你能不能紧接着第三次住水呢 不行 我们讲相邻两次住水 都要间隔至少一天嘛 你得再加上一天的间隔以后 才能第三次住水 第三次住水 还是住设计学生的三分之一 还是住5米的水深 还是要花至少2.5天 是不是啊 你再加上2.5天以后 这样就又住了5米嘛 这样就达到设计学生 15米这个地方了 是不是啊 那这不就已经住满住到实际水深15米了吗 大家看看总共要花多少天啊 那很显然嘛 这样加起来以后 等于至少要花9.5天 看出来吧 是这样的吧 你看看 至少要花9.5天 好 没毛病 注意哦 在我们计算的过程中 算出来多少就是多少 什么2.5也好 2.7也好 你不用管 不要四舍五入 啊 因为我问的是你 住满水至少需要多少天 问的是一种理论极限情况 哪怕半夜起来你住水 你也得给我半夜起来 它叫理论极限情况 是不是啊 你不用四舍五入 啊 好 那么 这个问题啊 当你听明白以后 我要把模型再次的简化 这个模型怎么简化呢 你仔细听啊 比如说 现在这个水池呢 我非得让你一次性 住到设计学生15米 我不让你封三次 我非得让你一次性 住到设计学生15米 然后按照不超过两米 每天的住水速度来住水的话 你说住满水至少要花多长时间 告诉我 如果非让你 就一次性住到15米这个位置 然后按照不超过两米 每天的住水速度来住水的话 我问你住到15米 值得要花多少天 那你当然是 15除以 不超两米 每天的住水速度 等于至少要花7.5天 是不是 至少要花7.5天 但问题是 大家看我的手 问题是 设计要求我们 满水时间 必须要分三次住水 是不是 必须要分三次住水 而且相邻两次之间 都得要至少间隔一天 都得至少间隔一天 那三次住水 中间是不是 至少间隔两天啊 你看看 我红色笔标记出来的 是不是中间间隔了两天啊 诶 所以说 你得在一次性 住满水的基础之上 把中间间隔的两天 给它补上嘛 这样得到的 还是住满水需要 9.5天 是不是啊 因为你三次住水嘛 中间是不是就有两个间隔啊 相邻两次之间 间隔至少一天嘛 那三次住水 中间是不是就有两个间隔 两个间隔 每个间隔至少一天 那两个间隔不就是 总共要间隔两天嘛 诶 你在一次性住满水的基础之上 再把中间间隔的两天 给它补上嘛 你看 是不是把中间间隔的两天 给它补上啊 这样还是得到 住满水需要 9.5天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模型简化 接下来我们就得到一个小公式了 说 任理满水实验 住满水 至少需要多少天呢 此时我们可以拿 设计水深 除以 啊 住水速度 加上 两次的 减隔时间 这样就得到满水实验 住满水 至少需要多少天了 有些同学一听到这些东西呢 就就很兴奋 很高兴了 终于可以死基因背了 啊 背隔公式就行了嘛 我告诉你 你学试证实验 但凡想着去死基因背的 考试是有八九是考不过的 因为试证实验 你就是得懂技术 就是得懂这个过程 这个原理 得想明白 想透彻 凡是死基因背的 考试 一般都极容易出错 为什么呢 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 按照背景描述 说有个水池 咱们对它做满水实验 在满水实验注水的时候 咱们按照一米每天的速度 往水池里面注水 好 请你告诉我 背景这样描述 有无不妥之处啊 背景这样描述 它没有不妥之处 为啥呀 因为规范规定的是 注水水位上升速度 不超两米每天 而我现在按照 一米每天的速度来注水 它符合规范要求嘛 没超两米每天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问你按照背景这个水池 做满水时间 注满水至少需要多少天 你还能拿 设计学生 除以两米每天 加上二吗 不能了 你得把两米每天 换成什么 换成一米每天 然后啊 或者说 按照背景描述 说相邻两次注水 间隔时间 为1.5天 哎 说按照背景中 在做满水时间的时候 它注水 相邻两次注水 它间隔了1.5天 这样描述有无不妥呀 这样描述也没有不妥 因为规范要求的是 我们相邻两次注水 间隔不小于一天 我相邻两次之间 间隔1.5天 符合规范要求啊 那么此时后面还能加二吗 两次间隔 每次间隔不小于1.5天 后面就得加什么 就得加三了 是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你不能死 基因被公示 你一定要懂我讲的这个 每一个步骤的拆解的过程 要懂原理 要不然 一旦按照背景描述 稍微做一点变化的话 你就极容易出错嘛 所以说你要懂我讲的这个细致的过程怎么来的 实际上是用设计水深 除以注水速度 加上两次的间隔时间 是不是啊 这样得到满水时间 就满水 至少需要多少天 要懂这个过程和原理 好 那么 接下来 每次注水一测读24小时的水位下降值 计算渗水量 那么我们往后再看 水位观测 有专门的水位标尺测征来观察记录水位 这个水位测征的读数是精确到0.1毫米 注水至设计水深24小时后 开始测读初读数 比如说 刚才咱们设计水深为15米的水池 我们说 注满水至少需要9.5天 是不是 注满水至少需要9.5天 那么注满水以后 要24小时以后才能读初读数 也就是说 至少什么时候读初读数啊 至少再间隔一天嘛 就至少第10点5天的时候读初读数 就是10点5天的时候 你读一个水位 作为初读数的水位 是不是 初读数与末读数 间隔又是不少于24小时 那我问你 至少什么时候读末读数啊 又间隔了一天嘛 也就是说 你至少第11点5天的时候 读末读数 就11点5天的时候 你再读一个水位读数嘛 作为末读数 是不是 此时 你拿10点5天的水位测值 减去11点5天的水位测值 两个水位一减 是不是得到一个渗水量啊 当然 五盖水池 你得把蒸发量减掉 这样剩下的 才是纯净的渗水量 是不是 那如果说这个渗水量是符合规判要求的 能不能说明满水时间合格啊 不能 为啥呀 你看书章描述了 说啊 测定时间要连续测定 如果说渗水量符合标准的时候 要连续测定 要连续测定两次以上 什么叫连续测定两次以上啊 通俗的来讲 就比如说 你得在第12点5天的时候 你再测度一个水位值 然后呢 以11点5天的水位测值 为第二次的出读数 以12点5天的水位测值 为第二次的莫读数 两个水位再减 就得到了第二个渗水量 五盖水池的话 也得把蒸发量减掉嘛 是不是啊 这样得到的就是 第二个纯净的渗水量 如果说 此时 这两个渗水量都符合规判要求 都符合标准 就说明连续测定 两次以上都合格了 这时候才能说明 满水实验合格了 听明白了没有 那通过刚才的描述 咱们来 再来给大家整理汇总一下 如果说问你 满水实验 住满水至少需要多少天 如果问你 满水实验 住满水至少需要多少天 那这个时候 你拿 设计水深 除以 注水速度 加上 两次的间隔时间 这是满水实验 住满水 至少需要多少天 但你看清楚 如果说问的是你 满水实验 合格至少需要多少天 如果问你 满水实验 合格至少需要多少天 你看好了 比如刚才 是9.5天 注满水 然后现在至少第12天 5天才能判断 合格 是不是 中间是不是 间隔了 至少三天 也就是说 你得在 注满水的基础之上 至少再加三天 才能说明 满水实验 合格了 所以问你 满水实验 合格至少需要多少天 的话 你得在 注满水的基础之上 至少得再加三天 才能判定 满水实验 合格了 能明白我讲的这个过程吗 明白的回复一 没明白的回复二 具体的把你 哪里不明白 给我 稍微的给我 讲清楚 讲一下 我讲的这个过程 满水实验 注满水需要多少天 然后满水实验 合格需要多少天 听明白的 回复一 没听明白的 回复二 啊 没听明白的 给我把哪里没明白 搞清楚 给我起出来 什么为什么是三天 杨继瑞 什么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是三天 我没听明白 刚才不是每天一米 加上三天 设计水深 除以注水速度 注水速度 如果换成一米 每天了 那除以 不能除以二 要除以一 加上两次的 间隔时间 如果两次 间隔时间 每次不是间隔一天 是间隔一天 五天的话 那你告诉我 两次间隔时间 是多少 请你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满水时间 注满水 需要多少天 用设计水深 除以注水速度 加上两次的 间隔时间 这个公式 冷击解吧 冷击解的话 如果说注水 是水分深度速度 咱们背景描述的 不是按照两米 每天的速度来注水 是按照一米 每天的速度来注水 那这个时候 这个速度是除以一 除以一米每天 是不是 然后 加上两次的间隔时间 现在比如说 咱们每次间隔 不是一天 背景描述是间隔 每次间隔1.5天 那两次间隔是多少 是不是二乘于1.5 是不是等于三 同志 是不是这样 这是小学 一年级的算数应算 应用题 把已知条件改了 怎么去带入 明白吧 明白了吗 小学都算数应算 好 那么 接下来 无盖水池呢 要做整法量测定 这个呢 经养满 我就不再深讲了啊 里面有文章 但经养满 我不再深讲了 好 接下来 按照 标准之理 说对于 钢筋混凝土的水池 每天 每平米深水 不超过两升为合格 哎 每天 每平米深水 不超过两升为合格 那么这个平米指的是水池的近湿面积 这个近湿面积怎么算 在20年的一键市证就考过案例题 让你算近湿面积 当时考完以后 网上发布的这个答案 参考答案 很多都是错的 很多就是没搞明白 就是考完设计后 让他去研究 他都没搞明白 什么叫近湿面积 其实很简单 就字面一声地解 背水近湿部分的表面积嘛 哎 注意 近湿面积是指的 磁体背水近湿部分的内表面积 括号 不含那个墙部分 那么指的是 磁壁和磁地板 背水近湿部分的内表面积 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水池 中间带有割墙的 那么计算这个大水池的近湿面积的话 我是计算这一面背近湿部分的内表面积 这一面持壁背水近湿部分的内表面积 这一部分持壁背水近湿部分的内表面积 加上这一部分持底板的表面积 加上这一部分持壁背水近湿部分的内表面积 这一面的 加上底板的 加上这一面的 这一面的 这一面的持壁背近湿部分的内表面积 再加上底板浸湿部分的表面积 这也加起来 是该水池的浸湿面积 它是被水浸湿部分的内表面积 包括磁壁和磁地板的 但是不能包含那个墙 你看我这幅图 那个墙部分当然是被浸湿了 但是我是没把它算入浸湿面积的 为什么呀 因为那个墙部分永远也不会往池外渗水 它只能把水从这边渗到这边 再从这边给它渗回来 还在整个大池子里面 左边口袋进入右边口袋 还在整个大池子里面 它不会往池外渗水 所以说那个墙部分虽然被浸湿了 但是被浸湿部分的 它不浸入浸湿面积 我们水池的浸湿面积 是指的要通过它能够直接渗水 向池外部分的内表面积 我觉得我这样讲的就太直白了 你要去死基金背 你是怎么你也想不明白 可后你要静下心仔细揣摸一下 你一定会明白 而且一辈子也忘不了 当然你要死基金背的话 你是怎么你也背不住 你怎么也不理解 但是你要回家以后静下心来想一想 这是个非常直观非常清晰的概念 浸湿面积是为了计算渗水量的 是要通过它能够直接渗水去池外部分的 这部分被浸湿不分的内表面积 进入浸湿面积 好 接下来我们看沉井施工 这个沉井施工啊 在我们一键试证里面呢 曾经也都考过案例题 考过案例题的 那么什么叫沉井施工 比如说 我想施工一个小型的水池 我除了采用明瓦剂施工以外 还可以用沉井施工 什么是沉井施工啊 它就是对于一些软弱地层 为了防止开挖激坑的时候 激坑坍塌 它除了采用知乎结构以外 这里多介绍一个沉井法 就是在地面上 先预制钢筋火灵头的这个井筒或者井壁 你看预制这个钢筋火灵头的井筒或者井壁 那么这个井筒或者井壁 以养护形成强度以后 我们把它下面的土啊 对成均衡的挖走 你把沉井下面的土给挖走了 沉井就会在自重的作用下 往下面下沉 如果第一节井筒沉下去以后 深度不够 你接上面再做第二节的井筒 养护到一定强度以后 你再把它下面的土对成均衡的挖走 再让它下沉 这样一节一节的沉下去 沉到设计高层以后 我们底部清干净 然后封底 交出封底混凝土 然后再做水池的底板 那么大家来看哦 这个沉井施工实际上真的很方便 等于是在击坑开挖过程中 我们利用沉井的井壁 来作为击坑周围的维护结构 使到一个抵挡周围水土刺压力的作用 是不是啊 防止击坑变形势稳嘛 而一旦击坑开挖到底以后 直接就拿沉井的井壁作为水池的持壁部分了 是不是啊 所以沉井法施工非常好用啊 那么接下来 沉井它的一个构造名称的识别 你看啊 下面尖尖的这个东西叫刃脚啊 便于它切度下沉的嘛 你看这个刃脚 对于坚硬的土层或者利用爆破法下沉的话 咱们得在刃脚外面包裹钢板啊 防止刃脚被破坏了嘛 尖小磨损呀 中间这个是隔墙 因为有的沉井里面会有隔墙或者隔仓啊 然后啊 下面这个是底梁 底梁 那么两面就是井壁或者井桶啊 然后水池到底以后要交出这个底板嘛 是不是啊 沉井沉到底以后啊 下面打风底或凝土 然后呢 上面交出的是底板 是不是啊 基本的构建名称会识别 那么我们再仔细看 说沉井的刃脚下面 这个地方叫垫墓 垫墓下面是用中促杀给的封层焊石 这样呢 增加刃脚与地面的水泥面积 做好低级加固 防止沉井在预制的过程中 它就自己会不均匀的沉降 是不是啊 当然啊 我们这个低级处理的方式啊 它不光可以采用木垫板啊 不光可以采用刷电层上面铺木垫板 还可以在刃脚下面啊 直接交出速魂领土 形成速魂领土电层 反正要增加低级生产力 防止沉井在预制过程中 它就自己不均匀的沉降嘛 那么曾经考试就考过安利奇 请指出构建名积是什么啊 颠木啊 这个尖尖的叫刃脚 是不是啊 刃脚 你看平面图是这样的 从上往下看的平面图像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的颠木是正好垫在 沉井的刃脚上面 沉井的刃脚正好切在电木的中间 中心位置啊 刃脚正好切在电木的中间 中心位置 那么以后 我们要想把沉井里面的土挖土 使沉井下沉的话 首先得把周围的电木 给它对称的抽走 把周围的电木 任击要下面的电木 先给它对称的拔走 然后才能把沉井里面的土 给它挖土使它下沉 好 往后沉井预置 预置啊 温宁土浇注的时候 对称均衡水平连续封层浇注 防止沉井偏斜 那么分节制作的沉井 一节一节制作这个沉井啊 每节啊 制作的高度要符合 施工方案的要求 且第一节的高度 必须要高于刃脚部分 你看第一节的高度啊 必须要高于刃脚部分 井内设有底梁 或者支撑梁的时候 你看 井内设有底梁 或者支撑梁的时候啊 应与刃脚部分整体交注 要与刃脚部分整体交注 保证整体性 设计无要求时 要等混凝土强度 达到设计强度的百分之七十五以后 方可拆除模板 或者交注后一节的混凝土 往后这一条重要把它画出来 就是说啊 咱们既然是分节制作沉井的话 那么沉井的上下节之间 是不是有个接缝的部位啊 那么这个接缝的部位 当然容易渗水嘛 怎么办啊 你看怎么处理的 咱们可以把这个接缝部位啊 做成凹凸缝 就是利用压叉来防水防身嘛 是不是啊 凹凸缝啊 做成七个型的接缝形状啊 然后呢 或者在这个缝里面 沿着这个缝四周围 咱们埋设安装钢板止水袋 哎 缝的部位 咱们可以在里面埋设钢板止水袋啊 当然了 上架节沉井的接缝部位 它肯定也是一个新老混凝土的接触部位啊 那么新老混凝土的接触部位怎么处理啊 好 我们应当早毛 清理干净 保持湿润 不积水 是不是啊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更专业的做法 咱们早毛清理干净以后啊 可以在上面 在面上面铺一层 同配笔的水泥浆液 啊 这样才叫做上一节的沉井 那这样上下节的连接就更好了 好 那么这种高达的植壁模板 直接往里面交混凝土的话 混凝土会把模板 障模变形啊 怎么办啊 啊 也可以用这个对拉螺栓 把壁板给它鼓住 是不是啊 你看对拉螺栓中间设的叫制水环 或者防渗制水片嘛 我们讲这个防渗制水片 与螺杆之间是满含牢固的 是吧 好 第三条比较重要啊 要能够把时空缝部位 怎么防渗处理的 然后新老混凝土接触部位 怎么处理的 是不是啊 这些要能够识别 先请每次接高的时候 各部位的走线位置要一致 重合 做好监控两侧 那么后续各节的层景模板 是波音支撑在地面上的 它是后续各节的模板 是直接支撑在前面的层景的身上的 不能支撑在周围的地面上 因为我们不断的把层景里面的土给挖走 只有可能会对周围的地层造成扰动 就是只有可能 在挖走下降过程中 周围的地层会不均匀成量变形 是不是啊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把周围的上节的模板支架支撑在周围的地面上的话 万一地层城墙变形了 那模板支架就会跟着一起失吻呀 所以说我们讲 后续各节的模板不应支撑在周围的地面上面 并且模板底部 距离地面这个间距是不小于一米的 好 下沉 城景怎么下沉呢 挖土时的下沉呗 怎么挖土下沉啊 分为排水下沉和不排水下沉 排水下沉 就是先把基底的水位降到基底以下0.5米 降水到基底以下0.5米 然后再挖土下沉 对称均匀的挖土 不排水下沉 就是指的城景里面都是水 咱不用把水抽走就可以挖土下沉了 那我问你哦 此时如果采用的是不排水下沉的方法 还能够人工挖土下沉吗 肯定不可及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叫有人无水 有人事工的工作面一般是不能带水作业的 既然你城景里面都是水 没排水就下沉了 那你就不能人工挖土了 我们用抓斗或者吸泥机来吸泥机 是不是啊 不能人工挖土了 那么你吸出来的泥浆废土 要给它专门处置 不要随机排放污染环境 好 下沉呢 要平稳均衡缓慢 那么随挖随揪 动中揪片 发现偏差了 要动中揪片 哎 我们前面讲香喊顶经的时候也说到了 说揪片要勤揪 少揪 不能一次性做过大的揪片动作 是不是啊 好 那么 撑进影响范围内 四周不能对方喝载 然后呢标高周线 每半要测量一次 中程时 每小时测一次 严格控制超程 那么沉井分底前 自成速率小于10毫米 每8小时 就是等沉井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不会再自成 不会再下沉了 我们才能分底 往后再看 如果说 咱们把沉井下面的土 对称均衡的都挖作以后 沉井下沉的很缓慢 沉不下去怎么办 这个时候啊 我们会采取一些辅助的方法 帮助沉井下沉 你看在19年的一键时证 就考到安理题了 请你列举 有哪些辅助沉井下沉的方法 你看 可以把沉井的外壁 做成阶梯型的外壁 以减少外壁与周围图体的摩擦总力嘛 阶梯型的外壁 然后呢 还有触变地将道组成 周围空气木组成 爆破方法帮助它下沉 这些都是常见的 辅助沉井下沉的方法 好 沉井下沉到底以后 那底部肯定要封底嘛 是不是 怎么封底呢 分为了干封底和水下封底 仔细听一下啊 沉井下沉 如果前面采用的是 排水下沉的方法 嗯 就是把 沉井里面的水 降到基地以下 零零零零米了 排水以后再下沉的 那沉井里面都干了 没有水 是不是 这时候风体肯定是干风体嘛 哎 排水下沉 最后对应的是干风体 如果说 刚才沉井下沉 采取的是 不排水下沉的方法 沉井里面都是水 没有排水下沉的 那此时呢 等于就是在水下 浇注管里头风体的 就是水下风体 好 对应的关系 不排水下沉 对应的就是水下风体 排水下沉 沉井里面水都排干了 最后沉井里面是干的 对应的当然就要干风体嘛 那么我们来想个问题哦 大家仔细跟我的思路 来想个问题啊 说 排水下沉 咱们把地下水位 降到坑底下 不小心零零零零零米 比如说 沉井里的地下水 降到极底下零零零零米 降到这个位置了 而沉井外的地层水位 比� promise在这里 这就会导致 沉井内外的地下水位 有这么大的一个水位落差 大家告诉我 水位落差这么大 会发生什么情况啊 水位落差太大的话 是不是这个底板容易受到一个顶力或者浮力的作用 容易把底板顶隆起啊顶坏啊 因为内外的水位压差太大了嘛 水位压差太大就容易造成一个压强啊 是不是啊 容易对我们的底板有一个向上的顶力或者浮力啊 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风底前要设泄水井 咱们设泄水井 把水头压力给它泄出来 啊 然后呢 要在整个底板混凝土强度达到水井要求 且满足了抗浮要求以后 才能够分填这个泄水井停止降水 嗯 你看看 这是我们干风底的话 那么风底前要设泄水井 啊 要把这个水头压力给它泄出来 防止把底板给它顶坏了嘛 然后等到这个底板混凝土 达到水井强度 且满足抗浮要求了以后 才能分填这个泄水井停止降水 那么风底前要整理好坑底 清除浮泥 车滑部分 灰天 砂石 啊 所有的新老混凝土 结束不畏都得要早猫冲击 好 如果是不排水下沉的方法 最后就是水下风底吧 在真经里面都是水 那就水下浇出混凝土风底了 那么水下混凝土的话 首先把机底的浮泥杂质清干净 软土地基 先把真经底部铺碎石或者卵石垫层 然后浇出风底混凝土 那你要水下浇出混凝土的话 它不都得要接触于导管漏斗隔水球吗 应该接触于导管管车混凝土 是不是 那怎么关注呢 是从低处开始关注 向周围逐渐的扩大 当井内有隔墙底梁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井内有隔舱有隔墙 那两面就可以封舱对称浇出混凝土 那么每根导管混凝土交出呢 要连续交出 且导管埋入混凝土的深度 不宜小于硬币 你看这个混凝土始终把导管埋成至少硬币以上 那么原理实际上跟我们前面讲的 灌注庄泽江互必将往工艺 导管关注混凝土原理是类似的 说比如说城景面积比较大的话 它可能是多个导管同时灌注分底混凝土吗 那么相邻两个导管之间混凝土的上升速度要相近 最后浇注的风底混凝土啊 它的面要略高于射击高层 就是要把杂质层浮江层给它抄灌出来嘛 然后等到水下风底混凝土强度达到射击要求 且满足抗浮要求时 方可将井内的水抽出 然后凿除刚才抄灌的部分 把表面的杂质松松散的混凝土灭给它凿除掉嘛 进行真正的底板的施工 进行真正的钢筋混凝土的水池底板施工 诶 刚才我们讲的城景施工 整个过程 城景是如何分解预制的 然后如何挖土下沉的 如果是排水下沉 那么对应的最后如何分底啊 如果是不排水下沉 那最后对应的就是水下分底 然后城景上下结之间 这个石工缝部位接缝部位 如何处理的 那么城景挖土下沉 如果沉不下去 如何采取辅助的方法 帮助它下沉的 这些整体的石工流程想明白 如何预制的 如何下沉的 沉到底以后 底部是如何分底的 整个过程能想明白 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看18年的意见 考了一道单选题 这个单选题一分享得到手啊 比登天还难 你不信你看一看 很多学员 尤其是基础不扎实的 这个题目是极容易出错 你看啊 说 关于沉井不排水下沉 水下分底基础要求 说法正确的是 这题选什么 对 今晚有课 还都知道啊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看啊 其实这题想 这一分享作对 其实真的是比较难的 大家看啊 首先你要搞明白 不排水下沉 整体里面都是水 那最后分底 当然是水下分底了 水下分底的话 A 保持地下水距离坑底 不小心点点温比 A不能选 A为什么不能选啊 因为A讲的是排水下沉 干分底的情况 是不是啊 你排水下沉干分底的话 才要保证 地下水位距离坑底 不小心0.5米嘛 现在我不排水下沉 沉井里面全部都是水 你看这是一个 沉井的一个断面图 那沉井里面都是水 不排水下沉 那还要什么什么 降低水位呢 不用降低水位了 是不是啊 B 导管埋入混凝土的深度 不影响于0.5米 错了吧 我们水下分底的话 接触于导管管转混凝土 那么混凝土要始终 把导管埋深多少啊 埋深一米以上 不是0.5米 C 分底前是泄水井 又错了 C还是讲的干分底的情况吧 干分底 它要把地下水降到 沉井底部以下0.5米 而沉井外的地层水位在这里 就这样的话 沉井内外就有这么巨大的一个水位落差 这么巨大的一个水位落差 就会导致沉井底部受到巨大的浮力 或者顶力作用 这个时候为了防止把地板顶坏了 我们对于干分底的情况嘛 是在境内要设什么 降压井或者泄压井 泄水井把水压给它泄出来 是不是啊 要整地板混凝土交出完成 并且强度达到要求 满足康复要求以后 方可丰田泄水井停止降水 所以说泄水泄水井指的是干分底的情况 排水下沉的干分底情况 第一 混凝土交出从地处开始交出 向周围扩大 这是对的 我们不排水下沉水下分底的时候 接触于导管交出混凝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从低处开始交出的 逐渐向周围扩大的 只有低旋向中去 这一题 为什么说到这一分很难得到 那么要求大家 把不排水下沉对应的水下分底 排水下沉对应的干分底 这个过程和原底 要能想通想明白 才能把这一分得到手 要能区分清楚的 要能区分清楚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水池施工中的 抗扶措施 这个字幕太好了 为什么好呢 因为它是暗地考点 而且只有一个暗地考点 就唯一的这一个暗地考点 划出来重要 很简单粗暴 很简单直白呀 学员就喜欢这样 简单直白的知识点 我直接看了背了就得了 没有什么绕的 没有七拐八绕的 是不是 那你看 指的是 如果说构筑物 无抗扶设计的时候 且又恰好敢在语训期施工了 那么应当采取哪些抗扶措施呢 主要有四条抗扶措施 一 激坑四周设防汛墙 你看 激坑四周设防汛墙 或者是蓝水违宴 防止外来水流入激坑内 建立防汛组织 强化防汛工作 二 构筑物下面 即激坑里面 四周都埋涉排水盲管 比如激坑里面 这个构筑物 这个水池 既要在激坑内四周埋涉排水盲管 也要在水池的底部下面 埋排水盲管 你看 构筑物下面 包括激坑四周围 都要埋涉排水盲管 和测水设备 一旦发生坑内积水 随即排除掉 通过一措施 外面的水是流不进激坑内的 通过二措施 又把激坑内的积水 及时的排除掉了 三 备有应急供电和排水设施 并保证其可靠性 就是说 你降水一定要连续降水 不能随意中断 你不能说 一边求死水 一边水泵烧了 或者电路坏了 那个不行 要有应急供电和排水设施 并保证其可靠性 四 叫应地制宜的措施 说 实在雨下得太大 虽然我在使劲抽水 结果 我一边抽 一边水泵烧的水位 反而还在上涨呢 我根本就抽不赢 这个时候啊 你也别抽水了 干脆就往 急供的构筑物里面 你灌水 使构筑物内外 无水位差 减小构筑物的浮力 使构筑物免于破坏 所以讲第四步 是应地制宜的措施 是一个无奈之举 我想抽水的 我也在努力抽水 结果我抽不赢 怎么办 那我也不抽了 干脆就往急坑的构筑物里面灌水 使构筑物内外 无水位差 减小福利 使构筑物免于漂浮破坏 是不是啊 这四条 与其施工的抗复措施 是任何一个极坑工程 与其施工都可以采取的措施 它有通用性 大家要在理解的技术之上 要加强机器 要疏念 而且啊 我们基础比较扎实的同学会知道 前面在讲到桥梁工程的时候 桥梁工程的最后一个子目 香涵鼎进的时候 讲了一个季节性施工的措施 当时香涵鼎进 讲季节性施工措施的时候 我们说有一个叫 有一个叫 雨期施工 工作坑上部 可以搭设什么 可以搭设作业棚照 或者防雨棚 或者作业棚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啊 诶 雨期施工的话 工作坑的上部 可以搭设作业棚 这样能够防雨吗 防止雨水落入工作坑吗 是不是 然后还要保证 泼面的干燥稳定 因为泼面土体 一旦受水警报 土体失化以后 会增加土体的减硬力 土体容易塌方破坏嘛 这些措施 是都可以综合运用到 雨期施工的背景中去的 好 那这样啊 我们整个水池 你抢占工程就结束了 实际上水池 你抢占工程的内容 考点是特别少 一 水池施工的攻击流程 整体现象的水池 施工的攻击流程 数上了个流程 是不是 你就想着自己做水 是怎么做的 是不是 一步一步想就行了 然后 治水袋的安装要求 对拉楼栓 防成治水片 勾建名声的识别 然后 满水实验的话 就一个公式冷地价 就可以了 沉浸施工 怎么预制的 怎么下沉的 怎么分底的 这个流程想明白就可以了 再加上一个抗服措施这里 是不是 内容非常少 考点非常少 所以说 水冲击场战这一张 考点是比较容易把握住的 考点比较少 不复杂 即便是专业外的学员 多看几遍 多听几遍 这块的考点应该全部能把握住